古生物学家认为这一次的物种灭绝是由于全球的气候变冷造成的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 我们的母星地球 在长达47亿年的岁月里经历了人类无法想象和描述的艰难历程 才终于走到了今天 先后有五代的物种和文明曾经在地球上生存过 它们的存在见证了生命与自然博弈的悲壮命运 也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法则 地球物种轮回的悲剧是每6500万年灭绝一次 而从今天起我将与大家一起分享这片土地上生命的故事和神话的猜想 系统性的为大家讲述地球母亲诞生和孕育生命的故事 故事的脉络将遵循着地质历史 从古远到近代以及萨加利亚西秦的地球边年史 今天我们来分享在太古咒之后的显生咒 显生咒即是5.4亿年前到现在都被称为叫显生咒 全个有用 显生咒 显生咒当中有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 我们就从其古生代开始说起 也就是5.4亿年到2.5亿年前 而古生代中划分为寒武纪 就是指的在4.9亿年到5.4亿年前 寒武纪是显生咒的开始 名字来自于英国威尔士的一个古代地名 罗马名称为Kamary 该地的寒武纪的地层是被最早研究和发现的 当时是海洋占优势的世界 在5.4亿年前 或者是潘诺西亚大陆形成的6000万年之后 潘诺西亚大陆分裂成了4个大陆 劳伦大陆 波罗的大陆 西伯利亚大陆和港瓦那大陆 泛大西洋随着潘诺西亚大陆的分裂而扩张 寒武纪气候温暖 海平面开始升高 浅阳淹没了大片的低洼地 这种前海地带为新的物种的诞生 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也就是学术中著名的 寒武纪生命大爆炸 在寒武纪开始的短短百万年的时间里 包括现在生物几乎所有类群祖先在内的 大量的多细胞生物开始突然的出现 这一爆发式的生物演化事件被称为寒武纪的生命大爆炸 带壳巨骨骼的海洋无脊椎动物 趋向繁荣 它们以底细生活 以微小的海藻和有机脂的颗粒为食物 其中最繁盛的是节肢动物的三叶虫 故寒武纪又称为三叶虫时代 其次是万族动物 古碑动物 吉皮动物和富族动物 随后进入了奥陶纪 也就是4.38亿到4.9亿年前 当时在奥陶纪的时期 许多的张烈的海盆使得古大陆的劳伦西亚 波罗地西伯利亚以及港瓦那大陆分离开来 包括古大西洋隔开了波罗地大陆和西伯利亚大陆 后来古大西洋闭合之时 形成了加里东山脉以及是北阿巴拉契亚山脉 还有古地中还把港瓦那大陆从波罗地 以及西伯利亚大陆分离开来 而巨大的古大阳则覆盖了当时大部分的北半球 看一下气候方面 气候方面是从温暖开始走向了严寒 奥陶纪的早中期 继承了寒武纪的气候气候温暖海沁广泛 温暖的海水把石灰岩和盐岩沉淀在港瓦那大陆的赤道地区 其中包括澳洲印度 我们的老祖宗发源地亚洲以及南极洲 奥陶纪晚期由于各种气候的变迁 大气变迁 或许也有外来行星的入侵等等因素 突然进入了一个大冰期 冰原的厚度竟然可以达到三公里 覆盖了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南美洲的亚马逊盆地 我们再看当时的生物方面的状况 最早的鱼类当时在奥陶纪中期出现 在北美的美国以及加拿大洛基山脉地区出现了原始脊椎动物 一甲鱼类 星甲鱼和咸者鱼 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也出现了一甲鱼类 海生的无脊椎动物空前的发展 其中以彼食、三叶虫、鹦鹉罗类以及万族类最为众多和常见 珊瑚自从奥陶纪开始大量的出现 附体的珊瑚虽然说还较原始 但是已经开始形成小型的胶体 植物仍以海生的枣类为主 但是淡水植物据推测可能在奥陶纪也已经开始出现 这就是我们要在自己的阳台或者是客厅打造一个小生态或者是鱼缸 我们先放入水 再加水泵和调温器 然后放入石头水草等等 一样的道理 我们用石大概是一天到市场上去买回来 而上帝用了40年创造出来 我们再往下看 就在这一切都顺理成章的发展玩耍的时候 突然事件的发生 把大鱼缸里的生物全部给弄死了 这就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物种大灭绝 在距离4.4亿年前的奥陶纪末期 当时约有85%的物种灭绝 古生物学家认为这一次的物种灭绝是由于全球的气候变冷造成的 在大约4.4亿年前 现在的撒哈拉所在的陆地曾经位于南极 当陆地汇集在极点附近之时容易造成厚厚的疾病 奥陶纪正是这种情形 大片的冰川使得洋流和大气环流变冷 整个的地球的温度下降了 冰川锁住了水 海平面也降低了 原先丰富的沿海生物圈被破坏了 导致于85%的生物灭绝 这相当于主人出去旅游 暖气坏了 结果整个的房间冰冻 渔缸内的生物不可能幸免 这需要主人及时的回来 修好一切 重来 于是就到了滞留季 4.1到4.38亿年前 滞留季时期 全球主要的地块 有港瓦那 劳伦 欧洲 波罗的海 以及西伯利亚 科罗马 哈萨克斯坦 中朝 塔里木 华南 等等9个地区 其中最大的是 港瓦那地块 集中在南半球的高纬度地区 其他的地块则分布在 当时的中低纬度地区 介于劳伦 和欧洲两大板块之间的海洋 为古大西洋 也叫加里东海 这一股洋 在加里东末期一度闭合 形成了加里东褶皱带 劳是由数个中间地块联合尔城的 介于西伯利亚与塔里木两个板块之间 无论从动物群的特征 或者是海象红层等陈基的特征来看 都表明了塔里木介于中朝与华南两板块之间 中朝与华南两板块之间的为秦岭阳 这似乎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当时的气候 也随着上帝出游后回宫 修好了暖气 而转为冰雪融化 滞留纪的初期 南极的冰盖迅速的开始融化的同时 导致了滞留纪海洋和 大气环流的减弱 纬度方向 气候分带不是很明显 树晶横尾 深海的部分相对于较暖含氧量较低 亦形成滞留 因此除了高纬度的港瓦那大陆之外 其余的各板块 大都处于干热或者是温暖的气候的条件之下 那么再说到生物 最早的陆地植物开始出现 也就是上帝放入了水草了 这个时候就开始有趣了 开始看着水草在日光灯的照耀之下逐渐的生长 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植物开始登上了陆地 作为陆生的高冻植物的先驱 低等的围管树的植物开始出现 并且逐渐的占了陆地 其中 裸绝类和石松类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陆生植物 这个更好理解了 本来是水草在水里 现在为了更好玩有趣 整点土和礁石粘在一起 把水草放到上面 在路上进行生长 这不就是咱们的鱼缸里的小盆景的雏形吗 伴随着陆生植物的发展 滞留期的晚期还出现了最早的昆虫和猪形类的节肢动物 在海洋中出现了有河谷的鱼类 急鱼类 急鱼类演化出了腮盖骨 为随后的鱼类等高等的脊椎动物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海洋无脊椎动物发生了重要的更新 繁盛一时的三叶虫逐渐的衰退 板足憋类开始兴起 是当时海洋节肢动物中的个体最大的种类 海洋中有成群的珊瑚聚集生活 最后形成了珊瑚礁 也就是鱼缸开始逐渐的升级 原来的三叶虫不好玩了 开始扩大到了小的昆虫 猪类以及简单的鱼类 看似简单 但是这些小生命物件 可以说是耗费了上帝很大的心思 才开发出来的新产品 任何一个猪类 猪类的器官 它并不比任何的动物的器官更加的简单 如果我现在说一句题外话 说是这一切都是从你的意识开始 或许上早 那么我们就从这期开始逐渐的展开那远古 美好的生命历程 好的 上期我们的问题是太阳的寿命是什么 公布的答案是太阳现在正处于轻壮年 太阳是一颗黄矮星 寿命为100亿年 目前太阳约为45.7亿岁 约为50到60亿年之后 太阳的氢元素会全部的消耗殆尽 太阳的核心将会发生坍缩 导致温度上升 这一过程会持续到太阳降氦元素 聚变成碳元素 那这就是上一期的回答 我们这一期的问题来了 就是作为这个星球上的最智慧的生物 人类诞生了多少年 带着问题 咱们下一期地球边年史继续 喜欢我的视频请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